2016 兩大超人氣主角攜手合作 面對未知病毒的恐怖生化危機 被之大冒險 哼掃國外遊戲大獎的創意小品 體驗回歸原點的純真遊戲樂趣 死亡 絕對不能說 將你破解ACG界中的死亡陷阱 特別企劃特殊化工遊戲 遊戲畫面大搞創意 以貌取人你就推到喔 精彩內容僅在巴哈姆特電玩瘋 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是伊莉 如果玩遊戲的時候 一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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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還會覺得好玩嗎 去年推出的黑暗靈魂 就是這樣一款非常不體貼玩家 玩起來相當自虐的作品 不過呢 玩家們並沒有因此打退堂鼓 黑暗靈魂不僅獲得了各界好評 銷售成績也非常的亮眼 可是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 它是一款出在家用主機上的作品 所以說遊戲推出之後 就有上萬名的玩家連署 希望呢 它可以移植到PC上面 已經 遊戲公司終於宣布 加入全新BOSS的黑暗靈魂 準備受死版 要在暑假的時候上市啦 玩家們都已經Ready to die了嗎 本週哪些已上市的新遊戲呢 請看新Game報道 獲得2012年遊戲開發者大會 獨立遊戲開發大獎這項殊榮 吸引了許多玩家目光的 XBOX 360下載遊戲 廢之大冒險 Fizz 或許大家對它很陌生 但是這款追求遊戲本質的新遊戲 的確有它的獨到之處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到底好玩在哪裡吧 遊戲中我們要操縱的 就是這位看起來有點白白 絲絲芳芳的葛麥斯 在點陣圖風格的世界中冒險 這乍聽之下好像有點普通 不過啊 厲害的就在後頭喔 這位葛麥斯先生 擁有將2D世界旋轉的能力 也就是說啊 它可以在由4個2D平面 所組成的3D結構世界中 自由切換想要觀看的角度 有了這項能力啊 想要找到被藏起來的寶藏 或是發現建築物背後的暗門 可都不是一件難事喔 就連這種看起來超遠 不管怎麼樣都不可能跳得到的地方 只要輕鬆一轉啊 馬上就近在眼前囉 在這個神奇的世界裡 沒有任何的小怪或是BOSS要打 大家要做的事情 就只有運用旋轉的能力 和自己聰明的腦袋 找回散落在各地的32個立方體 因為啊 帶路的原點有說喔 就算找不齊 也只是宇宙會毀滅而已啦 玩家們可不要有太大的壓力喔 身手硬派玩家喜愛的騎士戰爭遊戲 騎馬與砍殺 正是在台灣推出合集囉 除了主城市之外 還收錄了戰團以及槍與劍這兩張資料片 讓玩家一次玩個過癮 遊戲採用了自由度最高的殺河式玩法 玩家要在具有數百個據點的廣闊世界裡四處冒險 而在這個世界裡還能夠看見像是軍隊 盜賊或是農民等各種單位在地圖上活動 要是騎士當膩了 也能夠做一名周遊列國的旅行商人 或是為錢賣命的傭兵隊長 甚至是異國之軍 只要你想要都能夠做得到喔 當兩軍對戰的時候 遊戲會變成第一人稱的戰鬥畫面 作為一名率領軍隊的騎士 光靠個人的匹夫之勇是不夠的 還要懂得領導統御 在關鍵的時刻下達指令 才能夠功無不克戰無不勝喔 既然遊戲都叫做騎馬與砍殺 那就不能不提最經典的騎馬戰鬥啦 除了過程相當擬爭之外 在馬背上的戰鬥也都經過了特殊的設計 玩家可以騎著戰馬正面衝撞敵人 或是結合衝刺以及揮刀的速度 側身給敵人來個致命的一擊 要是你功夫了得的話 也能夠騎馬射箭 展現各種馬背上的好功夫喔 2086兩大超人器主角攜手合作 面對未知病毒的恐怖生化危機 風靡全球大朋友小朋友的七龍珠 雖然漫畫十多年前就已經結束了 不過遊戲還是一款接著一款的推出 光是用手把來玩一定覺得還不夠過癮吧 如今遊戲公司聽到大家的心聲囉 以體感的方式來玩的七龍珠 Z-Connect 宣布要在十月推出啦 以往玩家只能假裝自己是七龍珠儀的高手 如今我們可以光明正大地擺出鬼派氣功 或者是魔罐光沙砲這些絕招 真的是太令人興奮了 本週有哪些未上市的遊戲情報呢 請看Han Game 預報 距離十月底正式推出的惡靈古往六 還有半年的時間 玩家們是不是早就等到流口水了呢 哈哈 快快擦乾你的口水看仔細囉 遊戲製作公司 Capcom 正式釋出了第二波的宣傳影片 不但揭露了新角色的背景 還曝光了六代中一部分的出現劇情喔 這次玩家將隨著系列做兩大男主角 李昂與克里斯的腳步潛入中國 設法追查出一連串生化恐怖攻擊的幕後首腦 而新種的生化武器也首度曝光 玩家們將面對全新C病毒的威脅 不少新病毒所引起的變種殭屍和生化武器 也都會在這次的故事裡一起登場喔 不過比起新的病毒與敵人 李昂與克里斯之外的第三勢力 傑克與雪莉的雙人搭檔 好像更受到大家的注目 這兩位新角色可說是來頭不小 除了美女雪莉 就是那個曾經在二代中登場的小蘿莉之外 復古的士兵傑克 他竟然就是古代的大魔頭威斯卡的兒子喔 究竟傑克身上所留的詛咒之血 隱藏了什麼樣的重要關鍵 而李昂與克里斯這兩大主角 又為什麼要兵龍相像呢 這一切的謎題看來就只有等到 遊戲上去之後才知道喔 經典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榮譽勳章》 在上一次帶玩家來到刺激的現代戰場之後 系列最新作《戰場勇士》也在前陣子 釋出了新的宣傳影片囉 採用和《戰力風雨3》一樣的遊戲引擎 《Frozzed by 2》還《雙2號》來製作 各種視覺效果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從影片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遊戲的畫面非常的擬爭與震撼 感覺就好像是在看一部刺激的動作電影 而故事的發展則是延續前作的現代背景 透過《Tierre 1》特種部隊來貫通整個劇情 在全球各地殲滅恐怖組織 其中也會有部分根據真實事件 與人物所改編的情節 讓玩家們體驗最刺激真實的戰爭行動喔 喜愛《榮譽勳章》的玩家們 一起來引緊期待遊戲的正式推出吧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用繩索飛簷走壁 在未知的星球碰上大型外星怪物時 也不忘享受狩獵樂趣的射擊遊戲玩家 那麼這個消息你一定要特別注意啦 遊戲大廠Captum在前一陣子正式宣布 失落的星球即將推出最新的三代囉 這次玩家將跟著主角鑽探工人吉姆的腳步 回到失落的星球一代之前 探索這一顆被矮矮白雪覆蓋冰封的行星 EDF3 未生存奮戰 在三代中 遊戲不只將帶領我們回到懷念的冰天雪地 就連大家所熟悉的失落的星球 特產巨大的外星怪物 也會再度向玩家們襲擊而來喔 而經過Unrule Android 3 引擎的加持 怪物不只獲利加倍 連打起來都更加兇猛 不過玩家也不用擔心 遊戲的另一樣名產重型機甲當然也不會缺席囉 這個時候來一場超重量級怪物摔角是一定要的囉 在這個不只充滿的怪物 還有比怪物更加兇猛的自然環境的失落星球上 人類究竟能不能找到未來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遊戲的發售吧 大家在看像是大敵當前 搶救雷恩大兵 這些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電影時 會不會對那些總是神出鬼沒 將敵人一擊必殺的狙擊手十分的嚮往呢 於是就有這麼一款遊戲 不追求衝鋒陷陣的刺激 讓玩家化身為高強的狙擊手 享受穿梭戰場 將敵人一個一個點名爆頭的快感 即將於5月推出的狙擊精英V2 細緻的重現了二戰當時德國柏林的城市風景 不僅可以自由利用各種建物地形 在戰場上尋找最佳位置來進行狙擊任務 遊戲中每當玩家對敵人打出致命的其實 遊戲就會進入精彩的子彈時間鏡頭 讓玩家們可以看到子彈是如何飛越整個戰場 在擊中敵人時 甚至還會進入如同X光照片一般的畫面 顯示出你到底打中了敵人哪裡 造成了怎樣的傷害呢 想要體驗高強狙擊手 One Shot One Kill 的感覺 期待5月狙擊精英V2就對了 充滿動作遊戲風格 熱血十足的美式賽車 大地長針Dirt系列 在最近釋出的媒體體驗版中 展現出新一代好戲上場的樂趣所在 這代使用階級風格的簡易操控設計 讓我們擁有了完美路線傷腦筋 好好享受瘋狂撞車的致命快感 只要用力撞擊場上的敵人 就能夠依照破壞的程度來取得高分 無論是硬撞硬的車頭對撞或是技巧式的釘骨攻擊 都會讓對手受到嚴重的車體損傷 而除了這種直覺式的衝撞模式之外 當然還有傳統的街道環圈賽事 賽道上有超多的飛行平台 加快速度來個帥氣的飛躍表演吧 在加速方面可以透過強力撞擊對手來增加彈氣值 再使用彈氣加速依據超越對手 但是記得要小心這種八字型的賽道喔 樂趣的車手說不定會把正在經過十字路透的我們撞飛呢 除了以上瘋狂的賽事之外 還有極具表演性質的甩尾特技賽 當我們按照賽道上的指示成功使出甩尾 繞追或是成功要起的賽車特技 只要速度夠快就能夠拿下優異的成績 同時遊戲當中的重播功能也是一大特色 無論是真實場景或是鏡頭取景的角度 根本就像在觀看實況轉播一樣呢 告訴各位朋友 其實我在錄完這集之後 就要回老家結婚了 哎呀 開玩笑的啦 在電影或是遊戲裡面 是不是常常會聽到這樣的台詞呢 而且只要當他一說完之後 你的朋友就會說 慘了 他說出死亡flag了 到底這個死亡flag是什麼意思呢 好像常常聽到耶 是一種棋子嗎 還是一種詛咒呢 別急 就讓本週的ACG大百科來告訴你 當畫面上的人物說出 等這場戰爭結束後 我就要回老家結婚了這句話 大概十之八九的觀眾 心中都會暗暗的擔心 該不會等一下這個角色 就要放飯領便當去了吧 像這種聽起來必死無疑的台詞 就可以稱為死亡flag 而今天ACG大百科介紹的就是這個 常常會在討論電影或是遊戲劇情時出現的名詞 死亡flag又可以稱為被死集 flag原本是設計遊戲時通往各個劇情 分歧指標的專有名詞 如果在前面加上死亡兩字 那麼接下來的劇情會發生什麼事 大概就不用多說了吧 而要讓劇情中角色領便當領得漂亮 一定要巧妙的埋下伏筆 同樣的橋段使用的太頻繁 反而成為了一種明顯的標籤 所以死亡flag一詞也因此而誕生 一般來說就是角色的言行 讓觀眾們隱約的感覺不妙 例如說出要回老家結婚 或是老婆生了這種台詞的角色 大概有九成的機會回不了老家 其他常見的還包括 你們先走 我隨後趕上 時常拿出愛人的照片來看的動作 或者是在打魔王之前 說回去之後要請大家喝酒等等 這些就是充滿死相的標籤 其他還有許多自找死路的例子 例如戰神中 不是像對克雷多斯嗆下的眾神 就是一種把死亡flag往自己身上插的行為 不過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死亡flag多半是自己給自己立出來的 跟壞蛋中了北斗神拳之後 被全四郎恐嚇你已經死了 然後說完就往生的死亡圈告 不太一樣喔 大家可別搞錯囉 玩家們在挑選作品的時候 最重視的是什麼呢 很多人可能會看遊戲的評價 或是開發的公司等等 不過大部分的人 可能在第一眼看的遊戲畫面的時候 就決定自己對這款遊戲有沒有興趣了吧 所以現在遊戲的畫面越來越精美 就是為了要滿足大家的胃口 但是在這樣的風潮之下 也是有作品不遵循主流 他們的畫面不見得很細緻 但是他們的風格都相當的特別 就是要讓玩家看一眼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電玩瘋整理了好幾款這樣的遊戲 不管是古古的點陣圖 或是古典的水墨風格 甚至是簡單的黑白畫面 說不定玩家可以從裡面 找到自己喜歡的特殊風格喔 請看本週的特別企劃 還記得電玩瘋不久前介紹過的Journey嗎 這款動作流暢撫慰人心的作品 以及為獨特的畫面風格和玩法令人耳目一新 而在遊戲界裡 其實還有不少作品 並不執著於追求極致的聲光效果 反而是以各種獨特的畫風走出自己的力 搭配上和畫面相組相成的玩法和樂趣 令人印象深刻喔 什麼啊 鼎鼎大鼎的任天堂遊戲明星卡比 怎麼變成這麼可愛的毛線娃娃啊 原來是卡比誤償了毛線魔法的世界 遇到毛線國的王子 所以要一起擊敗邪惡的魔法師拯救世界 瞧瞧這毛線卡比的世界 全部都是由毛線與拼布組合起來的 感覺真是溫馨又可愛 而闖關的路上也處處可見運用了這些材料的巧思 除了貴物的造型 連場景中的機關也都運用了線與布料的特性 像是這個鈕扣 只要拉開就能夠發現隱藏通道喔 毛線卡比的設計不同於以往的新之卡比系列 不管難度和操作也都變得更簡單 還能夠兩人一起同樂 體驗這前所未有溫馨可愛的毛線世界喔 不僅僅是為了畫面好看或是營造特殊的氣氛 有些遊戲會採用這樣獨樹一格的畫面風格 其實和玩法本身有著很大的關聯喔 像是這款無限回廊 光於影之箱系列就是最好的例子囉 採用了創新又有趣的光影原理 玩家要拿著PS MOVE 當作手電筒 對著螢幕上的物體照射 這樣主角就可以順著我們製造出來的影子通道 順利的抵達終點囉 不過光學家還不算厲害 光於影機箱也更進一步的大玩各種影子藝術 只要在特定的關卡中找出特定的照射角度 就能夠發現隱藏的影子圖案 是不是很有趣呢 以日本古代神話為故事背景的大神 推出到現在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依舊是許多玩家心目中的佳作首選 除了豐富的遊戲性和動人的劇情之外 優美的水墨美術風格也是功不可沒喔 遊戲中大家要扮演白狼天兆 在廣大的中金國裡四處探險 打到作亂的妖魔鬼怪 我們搬讓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運用筆掉的力量 來引發各式各樣的奇蹟 舉翻切斷巨大的岩石 或是讓枯樹開花通通都難不倒它 在Wii的重置版中 還可以把把手直接當成畫筆來操縱 變得更加直覺有趣喔 而打到頭目之後所發動的大神降臨 這華麗的視覺 在為大地帶回綠意的同時 一定也能夠帶給玩家滿滿的感動喔 水墨風格的大神 充滿了濃濃的中國味 而接下來這款龍村鎮 就是一款畫面炫爛的 繪捲和風動作遊戲喔 由開發公主之面 與奧丁領域的製作公司研發 龍村鎮在美術上的表現又更上一層龍 失去記憶的少年鬼柱 與出身高貴的公主百姬 要在繁華的市鎮 速殺戰場 還有蒼茫水源等眾多場景中 演出一場又一場的華麗古裝舞打局 遊戲中每個場景都每個像是一幅畫 而爽快的連續砍殺更是遊戲的一大特色 玩家可以從地上砍到空中 再從空中砍回地上 配合不同的連段和換到時機 組合出多樣化的連段 兼具炫爛畫面與爽快感龍村鎮 絕對能夠帶給玩家視覺和感官的雙重享受喔 今年奧斯卡獎的最佳影片大藝術家 以凡浦歸真的黑白默片 讓大家重新檢視電影的本質 而遊戲界裡其實也有這樣的大藝術家喔 同樣只運用黑白兩色的Limbo 原本的字意指的是地獄的邊緣地帶 而我們的小男孩主角為了尋找姊姊 就獨自一人闖進了這個陰森詭異的地方 遊戲全程都是以黑白灰階的色調 不過許多細節還是做得非常用心與細緻 像是光影的漸層和晃動的效果 遠近背景的層次等等 成功的創造出一個陰域 又讓人毛骨悚然的黑白世界 也讓玩家更能夠賺出 在關卡裡重重的陷阱與難題喔 只運用黑白效果 遊戲就不能做得很華麗嗎 以簡單的黑白紅三色加上美式漫畫風格 結果就是這完全不同於Limbo 充滿了極致暴力美學的瘋狂世界啦 正因為畫面中具有紅色被露顯出來 所以遊戲想要強調的血性暴力元素 就變得更魄力十足囉 而黑與白的交錯更是要經過細心的調整 才能夠呈現出如此分明的漫畫品質 至於玩法則是運用了Wii的體感操作 玩家要臨鎖地運用各種道具 不斷地連鎖攻擊 充分享受戰鬥的快感 而整個遊戲故事也充滿了黑色幽默與惡搞 喜歡異色風格或是暴力美學的玩家 可別錯過了這款風格特殊的作品喔 遊戲界的復古風明年都在吹 只是這一格一格的點陣圖已經不稀奇啦 現在啊就是要一塊一塊的才夠炫喔 當個創世神的世界 就是由各式各樣材質的方塊所組合而成 只要是你看得到的東西幾乎都可以敲下來 當作資源使用 只是公寓山騎士必先利其器 趕快使用合成的功能做出各種工具 才能夠讓工作更有效率喔 當個創世神的世界 以點陣圖為基礎概念 只要玩家稍微動動腦 就能夠創造出無限可能 感覺啊就像樂高一樣有趣 趕快發揮你的想像力 用得來的資源 蓋出超帥超棒的建築 再把朋友通通都叫來你的伺服器 一起分享這份喜悅吧 看了這麼多不同風格的作品 以後的遊戲在畫面上 還可以做出什麼樣的突破呢 以這樣的裝備沒問題嗎 這句流行語而紅極意識的 《幻境神界大天使的崛起》 就運用了新技術 融合了油畫、水彩、廣告設計 與許多經典美學 創造出獨特的3D繪圖風格 以舊約聖經、偉經以諾書為題材的 《幻境神界》 在畫面的設計上自然是非常的重力 而且啊這片美景 不只是該版的背景畫面而已喔 它還會隨著光線、時間的流逝 或是風氣運用來改變呢 不過《幻境神界》在畫面上 所玩的花樣可不只如此 遊戲中不光是有運用彩繪玻璃 所構成的關卡 還有卡通或是高科技的未來世界 甚至連畫面裡血量或地圖等介面 也全部都拿掉 就是要帶給玩家最純粹的視覺享受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呢 看完今天的介紹 會不會改變玩家們 對於遊戲評分的標準呢 記得喔 如果只當個外貿協會 光看一眼就盼遊戲出局的話 可是會讓你措施不少有趣的作品喔 上個禮拜的電玩大調查 你最喜歡的機器人相關遊戲是哪一款呢 集結眾多超人奇作品的 《超級機器人大戰》 果然擊退了眾家好手 拿下這次的第一名 熱血的歌曲、動畫 還有麗酒明星的玩法 真的是吸引很多玩家從小玩到大呢 這個禮拜要來問問大家 哪一款遊戲的畫面 最讓你印象深刻 為什麼呢 是像《末日之戰》那樣的極細緻畫面 還是像《快魂》那樣的搞怪創意風格呢 趕快到節目討論版 或是Facebook粉絲團中告訴我們你的答案 只要參加就有機會獲得精美小禮物喔 下個禮拜電玩瘋將帶大家回顧 暗黑破壞神系列的發展 與它光榮的歷史 玩家們絕對不能錯過喔 要是你喜歡我們介紹的內容 請記得在YouTube中訂閱我們的節目頻道 或是加入電玩瘋的Facebook粉絲團 這樣就不會錯失每個禮拜的精彩節目 也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最熱騰騰的遊戲新作介紹囉 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Bye